各位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 第一模块选择题高频考点的最后一个部分 第二十部分 解内部控制审计 那这部分总共是涉及到六讲内容 三十二讲 内部控制审计的概念 那么在这一讲当中啊 大家重点关注 曹报表审计与内控审计 四个相同点和六个区别 第三十三讲 自上而下的方法 请大家理解这个自上而下方法 这个五步法 好第三十四讲 是测试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关注控制测试 性质时间范围 以及八类企业层面的内部控制 三十五讲 是内部控制缺陷的评价 关注影响内控缺陷程度的因素 以及如何用四大部三小部的这个方式啊 去识别内控缺陷 同时呢 如果说筑块 发现了企业存在内控的重大缺陷 那不是立刻曹报告内控重大缺陷去发表 否定一件 非曹报告内控重大缺陷去加事项段 而是要给企业整改的机会 那么不同频率的这个内控 且整改之后 还要运行足够长的时间 就快再去测试 没有问题 那才能视同啊 在基准日运行有效 好 三十六讲 是完成内控审计工作 那么这一讲 大家重点关注 因为这是二二年教材新增的一讲 那关注啊 在完成内控审计工作阶段 要获取的管理层的书面声明 以及要沟通的相关内控缺陷 好 三十七讲 出具内控审计报告 关注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 无法表示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 以及两个视像段 强调视像段和非曹物内控 重大缺陷描述段 另外还要重点关注二年教材新增的 七后视像 好 接下来啊 我们来看到 第三十二讲 内部控制审计的概念 高频考点七十二 内控审计与曹报表审计的变习 关注内控审计与曹报表审计的 四个相同点和六个区别 好 我们先看四个共同点 那么内控审计和曹报表审计啊 两者都采用风险导向的审计方法 都是在识别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基础上 进行风险应对 好 然后第二 两者运用的重要性水平 相同 再次强调 内控审计也是有重要性水平的 为什么 因为注块无需关注 即使有缺陷 也不会导致报表存在重大错报的内控 所以内控审计也是要确定重要性水平的 如果没有重要性水平 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不是重大错报呢 好 由于内控的目标是合理保证 曹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 因此对于同一曹报表 在两种审计中运用的重要性水平应当相同 好 第三 两者识别的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相同 那么何为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 在自上而下的方法里面 它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好 第四 两者了解和测试 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有效性的基本方法相同 都可能实施询问观察检查 以及重新执行等程序 我们说了解内控 通常是询问检查观察穿行测试 控制测试 那通常是询问检查观察 重新执行 好 这是四个相同点 接下来两者区别 六个区别 这里重点关注 因为这是二二年教材啊 有修订的地方 好 第一个区别 是对内部控制进行了解和测试的目的不同 那么你看啊 财报审计 了解内控 是风险评估的时候做的吧 是为了识别评估中的数号风险 而控制测试呢 是一个风险应对程序 是为了应对重大数号风险 但是最终 他其实不对内控发表意见 你实施控测试啊 也是为实质性程序去服务的 所以在财报审计当中 对内控的了解和测试 是为了识别评估 还有应对啊 重大错报风险 据此确定 实质性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啊 并获取预约 财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编制相关的 水平证局以支持 对财报表发表的水平意见 最终目的 还是为了帮助 对报表发表水平意见 最终其实还是要通过实应程序 去发现重大错报 进而获取报表不存在 重大错报的一个合理保证 而你实施这个控测试程序 如果测下来内控有效 这个目的不是去对内控发表意见 而是想要去减少实应程序啊 好这是财报审计里面 了解内控和控测试的目的 那么在内控审计里面 了解内控和控测试 都是为了对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发表意见 好接下来第二个区别啊 测试内控运行有效性范围 要求有区别 那么在财报审计当中 控制测试是不一定要实施的吧 我们说什么情形下 才必须实施控测试啊 乘上起下的时候 当存在下列情形啊 之一时下列情形之一时 注册会计时应当就必须设计和实施控测试 那么乘上指的就是在评估认定层 重大错号风险时预期控制运行有效 预期有效 那么出于成本效益会去实施控测试 那么为什么叫乘上啊 因为风险评估在控测试的前面吗 好 起下指的是 仅实施实施制性程序不能提供认定层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啊 指的是贝什尼单位高度实现自动化 凭证报表都是从系统里面导出来 那你不得不测系统 那测系统就是控测试吧 为什么叫起下 因为适应程序在控测试的后面 那么如果以上两种情况均不存在 注册会计时是可能对部分认定 甚至全部认定啊 均不测试 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 也就简单说就是 财报审计里面啊 控测试程序是可以不实施的 那么你内控审计 你是要对基准日这一天 内控设计跟运行有效性 发表意见的 对不对啊 所以你肯定是要实施控测试程序的 否则你怎么去对内控发表意见呢 所以针对所有 所有啊 重要账户和列报的每一相关认定 都要获取啊 控制设计和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好 第三个区别是测试内控期间要求不一样 那么在财报表审计当中啊 需要获取 内控是在整个 你信赖期间运行有效的 审计证据 比如说这个内控 你信赖期间是从1月1号 到12月31号 那么如果你审啊 2021年的这个财报表 你去测内控就是应该从 21年的1月1号一直测试到 21年的12月31号 这就叫整个 你信赖期间 第二层面的这个问题啊 关于能不能利用 以前控测试程序 获取的这个证据 我们说财报审计里面啊 还是可以的 但是要注意 这个内控呢 不能发生实际变化 还不能针对特别风险 另外就是啊 前面两年有测试过 那么这个还是可以考虑啊 利用以前控测试程序 获取的证据的 所以如果你信赖的控制 自上次测试后啊 未发生变化 且不属于只在 减轻特别风险的控制 还是可以利用啊 可以利用 以前审计获取的 有关控制运行 有效性的实际证据 但是呢 也是每三年 至少对控制测试一次 那么内控审计这边嘛 首先第一层面 它不是去测 整个你信赖期间了 只要去测足够长时间 因为内控审计啊 最终目的是为了对 基准日这天内控的设计和运行 有效性啊 发表意见 那么只要说啊 我测试这个足够长的时间的内控 能够对基准日这天内控设计和运行 有效性发表意见就可以了 所以需要获取内控在基准日前 足够长的时间 可能短于整个事情期间 比如说我去测三个月 测六个月 测九个月都可能啊 是足够长的时间内运行有效的审计证据 好 另外第二 关于能不能啊 利用以前控测试程序获取的证据呢 那几乎不行 除非是自动化控制 而且还要满足啊 特定的一些条件 以前控测试程序获取证据啊 才能为今年对内控发表意见 去提供证据啊 所以第二点 不得采用啊 几乎是不得采用 每三年至少对控制测试一次的方法 应当在每一年度啊 中测试内控 那对自动控制在满足特定条件情况下 所采用的与基准相比较策略除外 好 下面第四点啊 评价控制的缺陷 那么财务报表审计啊 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值得关注内控缺陷啊 值得关注内控缺陷 都应当与治理层沟通 而内控审计呢 我们要识别的是什么 一般缺陷重要缺陷或重大缺陷 当然啊 对于责任而言啊 住块是应当去识别重大缺陷 针对这个一般缺陷 重要缺陷其实没有强制要求啊 所以应当评价 识别出的内部控制缺陷 是否构成了一般缺陷 重要缺陷 还有重大缺陷 好 沟通缺陷要求 这块重点关注 二年教材 新增的 那么对于财报表审计啊 是应当以书面形式 及时向治理层去通报 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 缺陷 好 然后 第二 那么应当及时向相应层级的管理层啊 通报 下列 内部控制 缺陷 包括第一 以下 或者你向 治理层通报的 值得关注内控缺陷 这讲的是跟管理层通报的 内控缺陷一个要求啊 那么除非在具体情况下 不适用 直接向管理层通报 此项 需采用书面形式通报 比如说 这个内控缺陷 是因为管理层不神经导致的 那就不是啊 跟管理层去通报了 好 然后第二 在审计过程中识别出的 其他方 尚未向 管理层通报 而注的会计师根据职业判断认为 足够重要 从而值得管理层关注的 内部控制其他缺陷 那么这块呢 是可以采用啊 书面或者说口头行事 好 再看内控审计 这个重点关注 二二年教材新增的 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 注意啊 只要是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 都必须要以书面形式 去跟管理层 质地层沟通 那么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 以外的所有其他缺陷 都需要以书面形式 去跟管理层 你注意 到底是跟管理层沟通 还是跟质地层沟通啊 那么第一 对于 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都要以书面形式啊 与治理层和管理层沟通 那么书面沟通 应该在注册会计师 出具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前进行 那么如果注冠认为 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机构 对内控的监督无效 那么就应当就此以书面形式啊 直接去跟董事会沟通 好 然后第二 那么这个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以外的其他缺陷呢 也是应当以书面形式去约 管理层沟通 在审计过程中识别的所有内部控制 其他缺陷 包括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缺陷 并在沟通完成后再告知 治理层 好 接下来啊 第六个区别 就是审计报告的形式内容 以及所包括的意见类型 那么财务报表审计呢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 是审计准则的规定啊 出具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那审计意见的类型啊 包括有无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还无法表示意见 财报审计有四个意见类型 而内控审计啊 是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 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 实施意见的规定啊 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那么意见类型只有三个 无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还有无法表示意见 好 财报审计 内控审计 四个共同点 六个区别啊 注意掌握 好我们看 例题222 2017年的多选题 下列有关 财报表审计 与内部控制审计 共同点的说法中 正确的要 A 两者识别到 重要账户 列报 及其相关认定相同 对的吧 共同点里面的 没问题 B 两者审计报告意见 类型相同 错了 财报审计有四个意见类型 而内控审计啊 没有保留意见 只有三个意见类型 好 C 两者了解和测试 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 有效性的审计程序 类型相同 是的 都是 询问 检查观察 又重新执行 好 D 两者测试内控运行 有效性的范围相同 错了 财报审计 不一定要实施 控测试 只在满足 乘上 旗下 情形之一时 才必须实施控测试 而内控审计啊 几乎必须实施 控测试程序 所以D的描述不正确 那么这道题目正确的 就应该选择A和C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33讲 自上而下的方法 好 就一个高频考点 高频考点73 自上而下的方法 那大家首先掌握啊 自上而下测试方法 这个五步法 指的是啊 第一 从财务报表层 初步了解 内部控制的整体风险 先是去了解内控的 整体风险 好 然后第二 识别了解和测试啊 企业层面的控制 那么企业层面的控制 其实就是为了来应对 相对比较宏观的 财报层的这个风险的 好 然后第三步 是去识别重要的账户 列报 及其相关认定 那么这里有个重要的考点 就是何为重要账户 列报及相关认定啊 相关的这个概念 是会出选择题的 那么判断啊 是不是重要账户 列报及相关认定 这块既要从定性层面 又要从定量层面去判断 好 然后第四 了解潜在 错报的来源 并识别相应的控制 那么这里主要指的就是 业务流程层面的这个内控了 这里的这个控制啊 它就是跟重要账户 列报 还有相关认定相关的 好 然后第五 再去选择 你测试的控制 那么就是从业务流程层面的内控当中啊 选取 你测试的控制其实指的就是那些关键性控制 能够最有效果最有效率啊 来应对业务流程层面风险啊 这些业务流程层面的这个内控啊 T control 关键性控制啊 进行测试 好 那么五步法当中啊 我们挑一些重要的这个步骤 给大家展开 第二个步骤 识别了解和测试企业层面内控 那么等我们回顾啊 控测试这一讲的时候 会给大家回顾八类企业层面内控 这个八类企业层面内控是需要大家去记的 那么这边呢 是从选择题的角度 我们先去理解企业层面内控 就是这个选择题的选项中啊 它会有一些关于企业层面内控的描述 那你要去判断 这个描述的是对是错啊 好 第一 如果一项企业层面控制 足以应对以评估的重大挫暴风险 那么注册会计师可能可以啊 不必再测试与该风险相关的其他控制 包括应用层面控制 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 就是有的时候啊 企业层面内控 就是这个宏观的内控 它是可以精准的直接去应对 那个重大挫暴风险 既然这个企业层面内控 可以直接去应对重大挫暴风险 那么就啊 不必再去测试应用层面的控制了 好 然后第二 注册会计师啊 对企业层面控制的评价 可能增加或者减少 本应对其他控制所进行的测试 比如说 对风险评估过程 或者说啊 对控制的监督 这些企业层面内控测下来啊 有效 哎 那么业务流程层面的内控 就可以少测一些 好 然后第三 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在 执行业务的早期阶段 对企业层面的控制啊 进行测试 宏观的嘛 先测 好 然后第四 注册会计师啊 无需测试那些 即使有缺陷 也合理预期不会导致曹报表重大错报的控制 这就是为什么内控审计也要确定重要性水平 因为这个内控到底会不会导致报表出现重大错报 何为重大错报 是要去跟重要性水平去进行比较的 所以内控审计呢 也是要制定重要性水平的 啊 注册会计师啊 无需测试 那些即使有缺陷 也合理预期 不会导致曹报表重大错报的控制 第三个步骤啊 识别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啊 重点关注 何为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 那么注册会计师在判断啊 是不是重要账户列报及其相关认定时啊 要从定性定量两个角度判断 好注册会计师在确定重要性水平之后 就先确定重要性水平啊 因为判断这个账户 是不是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啊 要跟重要性水平比较的 所以注册会计师在确定重要性水平之后啊 应当识别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 好 那么何为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啊 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的含义 那么某账户或列报可能存在一个错报 该错报的单独或者连同其他错报 将导致报表发生重大错报 这个账户或列报为重要账户列报 所以简单说就是说 账户列报有错报最终结果是什么 不管是单独还是连同其他错报 最终结果是导致了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 抓这个结果 好 那么这个账户或列报 就为重要账户或列报 好 然后第二啊 如果 某财务报表认定 可能存在一个或多个错报 这些错报将导致报表发生重大错报 这个认定为相关认定 所以相关认定 最终结果也是导致报表发生重大错报 所以不管是重要账户列报 还是相关认定 最终的结果都导致报表发生重大错报 好 识别要求 就注快在判断 这个账户列报认定 是不是重要账户列报 相关认定时 那么要从定性定量啊 两个角度来判断 好 第一 在识别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时 注册会计时 需要从定性和定量 两个方面做出评价 包括考虑这个舞弊风险 那么很明显 舞弊就是从定性的角度了 所以定性 咱们看什么 看风险 考虑什么 固有风险 舞弊风险 舞弊风险 应该熟的 这固有风险 大家还有印象吧 固有风险 要考虑内控吧 不用考虑内控 关注这个事项 这个交易的本质属性啊 这是定性方面 然后定量方面呢 定量方面就是要跟重要性啊 去进行比较 那超过财务报表 整体重要性的账户 通常被认定为重要账户 注意这个通常 也就意味着 超过财务报表 整体重要性的账户 它也未必是重要账户 对吧 通常被认定为重要账户 那么什么情况下 账面金额都超过 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了 它还不被认定为重要账户呢 比如说它的风险极小极小 尽管这个金额很大 但是风险很小呀 所以注意B啊 一个账户或猎报的金额 超过曹报表整体状行 不必然表明其属于 重要账户或猎报 好 然后第二 在识别重要账户列报 及其相关认定时 柱子会计时还应当确定啊 重大错报的可能来源 那么这句话你把它多念几遍 很可能啊 选择题选项原话 就是这句话 你要知道是对的 在识别重要账户列报 及其相关认定时 柱子会计时还应当确定 重大错报的可能来源 好 然后第三 如果某账户啊 或列报的各组成部分 存在的风险差异较大 备数据单位可能需要采用 不同的控制啊 以应对这些风险 有不同的控制 去应对各组成部分存在的风险 那么住款应当分别与也考虑 好 然后第四 在识别重要账户列报 及其相关认定时 柱子会计时啊 应当依据其固有风险 而不应考虑控制的影响 因为内控审计的目标 本身就是评价控制有效性 前面我们那个定性定量来判断 账户列报认定 是不是重要账户列报 相关认定 我们那个定性里面 有固有风险 有舞弊风险对吧 那么我们前面讲固有风险 概念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啊 判断固有风险高低 是不需要去考虑内控的 好 然后第五 以前年度审计中了解到的情况 影响注册会计师 对固有风险的评估 那么因而 应当在确定重要账户列报及其相关认定时加以考虑 就是以前年度评估的那个固有风险 在本年确定重要账户列报和相关认定时也应当加以考虑 好 然后第六 在内部控制审计中 注册会计师在识别重要账户列报及其相关认定时啊 应当评价的风险因素 与财务报表审计中考虑的因素是相同的 那么因此在这两种审计中识别的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 也就是上一个考点吧 财报审计跟内控审计啊 四个共同点里面的 他们有相同的重要账户列报和相关认定 好 五步法刀 第五步 选择你测试的控制 那么第一点 注册会计师在选取你测试的控制时 通常不会选取整个流程中的所有控制 而是选择关键性控制 K control啊 什么叫关键性控制呢 基能够为一个或者多个重要账户或列报的 一个或者多个相关认定啊 提供最有效果或者最有效率的证据的控制 好 然后第二 每个重要账户认定和或重大错号风险 那么至少至少应当有一个对应的关键性控制 每个重要账户认定和重要错号风险 至少要有一个关键控制 好 然后第三 选取关键控制啊 需要注册会计师做出职业判断 注册会计师无需测试那些 即使有缺陷也合理预期不会到知曹报表重大错报的控制 就第二遍出现了啊 好 然后第四 企业在执行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时 选择的控制 可能多于 注册会计师 认为为了评价 内控有效性 有必要测试的控制 那么管理层的这种决定不影响注册会计师在控制测试决策 注册只需要测试那些对形成内部控制 审计意见有重大影响的控制 简单说就是说 管理层为了出内控自评报告 测的那个内控啊 他可能多于注册为了对内控发表意见 测试的控制 好 我们做题啊 例题二二三 19年的单选题 注册会计师执行 内部控制啊 审计时 下列有关 识别重要账户 列报 及其相关认定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其实考察的就是重要账户列报 还有相关认定啊 跟概念相关的一些说法 好 A 在识别重要账户列报 及相关认定时 注冠不需要确定 重大错报的可能来源 我们念过原话 是需要确定 重大错报的可能来源 所以A就是错的 好 B 超过曹报表 整体重要性的账户 未必是重要账户 是的 因为可能风险极低极低 好 C 低于实际执行重要性 但是存在 5B风险的账户 应当确定为重要账户 这是从定性的角度 判断成重要账户 正确 D 在识别重要账户 列报及其相关认定时 注册会计是 不应考虑控制的影响 不用考虑内控 考虑的是固有风险 无必风险 所以BCD都是对的 那么这道题目错误的 就选择A 好 接下来 例题224 18年的单选题 在执行内部控制 审计时下列有关注册会计师 你测试的控制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注册会计师需要选择测试 对形成内控 审计意见 有重大影响的控制 你说内控审计 我控测试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对内控 去发表意见吗 所以A的说法是正确的 好 要B 注册会计师无需测试 即使有缺陷 也合理预期 不会导致 曹报表重大错报的控制 这是我们第三遍念到了 正确 好 C 注册会计师通常 选择能够为 一个或者多个重要账户 或者猎豹的 一个或多个相关认定 提供最有效果 或者最有效率的证据进行测试 这个其实讲的就是 选择关键性内控进行测试 好 然后D 注册会计师选择你测试的控制 应当涵盖企业管理层在执行 内控自我评价式测试控制 没必要 企业管理层在出自评报告时 测试这个内控可能多于 注册会计师 为了对内控发表意见 所测试的内控 所以D不对 那么这道题目错误的就应该选择D 好 例题225 2017年的单选题 注册会计师执行内部控制审计时 下列有关识别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注册会计师应当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识别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 对的 B 注册会计师通常 通常 通常 将超过 报表整体重要性的账户 认定为重要账户 正确 好 C 在确定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时 注册应当考虑控制影响 错了吧 不应当考虑控制影响 然后D 在识别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时 注册应当确定重大错报的可能来源啊 这个原话我们念过 前面做这个选择题呢 说不需要确定就错了 这里说应当确定重大错报的可能来源就对 好 那么错误的就应该选择C 好 我们继续看34项 测试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两个高频考点 高频考点74 测试内部控制有效性啊 围绕控制测试程序的性质 时间 范围 高频考点75 企业层面控制的测试 那么关注啊 八类企业层面内控制 你要会区分这个内控 到底是属于企业层面的控制 还是业务流程层面的控制 好 接下来看 高频考点74啊 测试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关注控制测试程序的性质 时间还有范围 我们先看啊 控制测试程序的性质 那么就是程序的类型啊 是询问 观察 检查 还有重新执行 好 再看时间 那么时间的话 我们要区分是单一的内部控制审计啊 还是整合审计 就是内控审计跟曹报表审计一起做啊 如果说是单一的内部控制审计 那么这个时间啊 就控测试的时间是尽量在接近基准日啊 实施测试 实施测试需要涵盖足够长的期间 也就是两者权衡啊 咱们这个基础班的时候给大家打比方的啊 好比你要跟一个人领证结婚 那你对他的了解 要尽量的接近领证那一天 但是你不能只在那天了解他 你了解他是不是还要啊 涵盖足够长的期间 对吧 所以你们要谈足够长的恋爱 所以如果说是单一内控审计 这个控制测试的时间啊 要在接近基准日和涵盖足够长的期间 两者去权衡 那么如果说是整合审计啊 财报审计和内控审计一起做 这个控制测试这个时间呢 控测试所涵盖的期间啊 应当尽量啊 与财务报表审计中 你信赖的内部控制期间啊 保持一致 就是我内控审计跟财报审计一起做嘛 那前面我们说这个区别的时候啊 那财报审计是要测试内控 整个你信赖的这个期间 那么我内控审计的话啊 我那个测试本身是测试足够长的时间 那我就可以根据这个 你信赖的这个期间去匹配 好 那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内控发生变化了 那么那个老内控还需不需要测试一个问题啊 好 如果被审计单位为了提高控制的效果和效率 或整改控制缺陷啊 而对控制作出改变 控制测试评估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则注册会计是不再需要测试被取代的控制的设计和运行 有效性啊 有效性啊 但是如果被取代的控制的运行有效性对筑块执行财报审计时的控制风险评估就有重要影响 还记得这个控制风险吗 控制风险是属于认定层重大错号风险的 认定层重大错号风险等于固有风险乘于控制风险 对吧 所以如果说啊 哎 还涉及到这个财报审计了 而且这个老内控制被取代的这个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对注册会计是啊 执行财报表审计时控制风险的评估具有重要影响 那么筑块还应当适当的测试这些被取代的控制设计跟运行有效性 好 那么这一段话又讲了什么呢 就是能不能利用以前控制测试程序获取的这个证据 那你这里要区分是财报审计还是内控审计 我们说财报审计啊 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注意啊 就是这个内控它不是针对特别风险的 没有实际变化 而且前面两年啊 有测试过 那如果说是内控审计的话 我们说绝大多数啊 99%的情况下 你都不能再依赖以前年度控测试程序获取证据 因为你是对基准日那天 内控设计跟运行有效性发展意见 那你本年肯定要测 除非就是那种完全自动化的这个内控啊 所以分两种情况 对于财务报表审计啊 财务报表审计啊 注册会计师可以在某些方面啊 利用以前审计中获取的有关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那么对于内部控制审计 除考虑对自动化应用控制 实施与基准相比较的策略外 就是说完全自动化控制 通常不会因人为失误而失效 那么注册会计师啊 不能利用以前审计中获取的有关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而是需要啊 每年获取有关控制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好 时间看完了 我们来看范围 对于测试这种人工控制 那么如果说是运行频率比较低的 那么这个最小样本规模有这么一张经验图表 我们根据频率 如果说是每年一次这个频率 那么一年控制运行的总次数是1 那么测试的最小样本规模啊 就是1 那么每季一次 一年总体是4 那么测试最小样本规模区间啊 就是2 那如果说是每月一次 控制运行总次数啊 一年是12次 那最小的样本规模区间啊 是2到5 那如果说是每周一次啊 控制运行的总次数啊 是52周 那么测试的最小样本规模区间啊 是5到15 那如果说是每天一次 控制运行的总次数啊 一年是250次啊 那测试的最小样本规模区间啊 20到40 好 如果说是每天多次啊 那么控制运行总次数啊 那就是大于250次 那么最小样本规模区间啊 就是25到60 好 那么这个表要不要记 还是要记的 像在21年啊 我们内控审计这个简答题里面 就涉及到这个量了 他用错了 等会我们会看到这道简答题 那有人说怎么记 怎么记 你就多看几遍就记住了呗 每年一次一 每季一次 二 每月一次 二到五 每周一次 五到十五 每天一次啊 这两个考的比较多一点 每天一次啊 20到40 每天多次啊 25到60 好 我们做题啊 立体二 二六 2020年的多选题 在执行内部控制审计时 下列有关控制偏差的说法中啊 正确的有 A 如果发现的控制偏差是 系统性偏差 柱子会计师啊 应当考虑对审计方案的影响 这个是原话啊 什么叫系统性偏差 它是系统导致的偏差 那你出现一次偏差 就可能出现无数次偏差 因为它是系统导致的 所以这个就不能靠 扩大样本规模去解决了 应当考虑对审计方案的影响 对的 好 B 如果发现的控制偏差是系统性偏差 那么柱子会计师应当扩大样本规模进行测试 系统性偏差 扩大样本规模是无效的 好 C 如果发现的控制偏差是人为有意造成的 那么注款应当考虑舞弊的可能迹象 因为人为有意嘛 考虑舞弊 正确 好 然后D 如果发现控制偏差 注的会计师应当确定偏差对于所测试控制相关风险评估的影响 就是你一开始风险评估的时候 你没有预计有偏差 那么现在测下来呢 控制其实是有偏差的 那就你就要去调整原先基于内控没有偏差 所评估的那个比较低的重大偏差风险 对吧 正确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的注选 A C D 好 接下来立题二期 19年的单选题 对于内部控制审计业务 下列有关控制测试的时间安排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考察的是 控制测试的时间 A 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内部控制在基准日之前一段足够长的期间内 有效运行的审计证据是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 对的 也就是要足以对基准日的内控发表意见 所以A是正确的 B 注册会计师对控制有效性测试的实施越接近基准日 那么提供的控制有效性的审计证据就越有利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呢 你也要考虑测试足够长的时间 所以是在两者当中进行权衡吧 好 C 如果被水尼单位在所审计年度对内控做出改变 那么注册应当对新的控制和被取代的控制分别是 控测试错了吧 不是应当 我们专门拿出来这个分析过的 什么情况下 就是这个新内控已经实现了目标 并且注册的已经对齐进行的测试 是可以不对被取代的控制进行测试的 所以这个应当用错了 所以C是错的 好 D 如果以获取有关控制在期中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那么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 补充证据将期中测试结果前推至基准日 就是如果我是11月份去测1到10月内控运行有效性的 那么11时啊 这两个剩余期间是不是必须要获取补充证据 是的 我们说财报审计啊 剩余期间你不一定要实施补充的程序 因为你并不对内控发表意见嘛 但是内控审计你是对基准日这一天内控 设计和运行有效性啊 发表意见的 那么 注冠啊 就必须要获取补充证据啊 这个是对的 那么这道题目错误的那就应该选择C 好 接下来啊 高频考点75 企业层面控制测试 那么这个高频考点 大家也不必去关注企业层面内控如何测试了 你只要去记这个八类企业层面内控就可以了 应对什么样的选择题呢 以下属于企业层面内控的事 就是你要会区分这个内控 它是属于企业层面内控 还是属于啊 业务流程层面内控 好 八类企业层面内控包括啊 第一 与控制环境相关的控制 那么这个是啊 我们内控五要素当中 那个三点五个属于整体层面的内控 对吧 好 第二 针对管理层和治理层凌驾于内控之上的风险 而设计的内控啊 本来管理层和治理层凌驾于内控之上的风险啊 这个是特别风险啊 那么这个它不是那个五要素三点五个整体层面的内控啊 好 第三 被使用单位的风险评护过程 这个是五要素当中啊 整体层面内控 好 第四 对内部信息传递和期末财务报告流程的控制 啊 例如 与会计政策选择和运用的程序 调整分路和合并分路的编制还有批准 这个是五要素当中 财务报告 信息系统与沟通里面一般控制相关的啊 也算是三点五个整体层面内控里面的 好 第五 对控制有效性的内部监督啊和内部控制评价 这个是对控制监督吧 也是啊 三点五个整体层面内控里面的 好 第六 集中化处理和控制 第七 监督经营成果的控制啊 然后第八 重大经营控制和风险管理实务的政策 啊 所以八类 写层面内控你记住了吗 与控制环境相关的控制 第二 针对管理层和治理层凌驾于内控制上的风险啊 设计的控制 第三 被审议单位的风险评估过程 啊 第四对内部信息传递和期末财务报告流程的控制啊 第五 对控制有效性的内部监督和内部控控制评价 第六 集中化处理和控制 第七 监控经营成果的控制 第八 重大经营控制和风险管理实务的政策 好 我们做题 立体228 2017年的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对控制的监督的事啊 考察的是对控制的监督这个企业层面的内控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啊 是内控五要素当中那个对控制监督 一个是从财报审计角度看整体层面的内控 那么一个是从内控审计啊 来看企业层面的内控啊 但是它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啊 那么授权批准这是控制活动里面 而是属于对控制的监督 他的兄弟的儿子 对吧 不选 好 业绩评价也是控制活动里面的 C 内省部门定期去评估控制有效性 这个是对控制的监督里面的专门评价 对控制监督有两类嘛 而日常的监督还专门的评价 所以这个它专门评价是属于对控制监督 好 然后第二 职权与责任的分配 那这个是属于控制环境里面的 我们环境框框图 六点嘛 其中有一点是职权与责任的分配 那么控制环境也是对控制监督的兄弟 所以D是他兄弟的儿子 那这道题目要选的是啊 控制监督的儿子 所以D也不选 那么属于对控制的监督的事 应该是选择C 其实这道题目 它考察的是啊 财务报表审计 内控五要素当中那个整体层面的内控 但是本身整体层面的内控呢 它其实的内控审计 这里写层面的内控 它其实是一个意思啊 好 接下来我们看立体229 19年的多选题 在执行集团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时 对于内部控制可能存在 重大缺陷的业务流程 下列各项中正确的有 注意已经存在重大缺陷了 那么我这个程序啊 不管是从性质 还是从时间 还是从范围角度啊 都要做的更谨慎一些 好 A在接近评价 基准日的时间去测试内部控制 因为在基准日测试内控 获取证据的可靠性更高 这是从时间的这个角度 对吧 来应对啊 可能存在重大缩暴风 重大这个缺陷的这个业务流程 好 B 选择更多的子公司进行控测试 这是从范围的角度 对吧 好 C 增加相关内控的测试量 这也是从范围的角度 好 D 亲自进行相关测试 而非利用他人工作 那么这个亲自嘛 是从性质的角度 所以ABCD都是使这个程序更好 应该选ABCD 好 那这就是第34角 测试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是从范围的角度 在这个程序更好 这就是从范围的角度 在这边的角度 在这边的角度